升纲叛毒 从巴黎奥运看中国真的强大了 作者废称 巴黎奥运步入尾声 国家队一如既往获得要人的成绩 这届比赛对中国来说可以说是意义非凡 简单概括一句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国强大了 如果大家有关心赛事 相信都会发现 每一场比赛只要有国家队选手上场 观众席上必定是一片红色浪潮 五星红旗全场飘扬 中国家有滋声不绝 中国人入场支持国家队选手很正常 但要知道这届奥运不是在北京 而是在地球另一边的巴黎举办 机票连奥运会门票 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负担得起 全球经历疫情打击后可以说是百废待兴 加上地缘正局不稳 先有俄乌战争再爆尾巴冲突 但中国即使面对着美国的多年经济打压 人民仍然有如遇出国消费 可见底运有多深厚 除了一度度亮丽的红色风景线 把巴黎奥运玩到像中国主场一样 遍布巴黎每一个角落的中国制造 也是一大的亮点 由简单的吉祥物公仔 到高端的运动设备 再到先进的AI技术 基本上都是由中国制造或者提供技术 欧运把口就说要打压中国 但去到关键的时刻 始终都是要用中国货 巴黎奥运就这样成为了中国对全世界展示软实力的最大舞台 中国制造凭着加连密美的强大优势 支配世界指日可待 说回奥运比赛 中国泳队一度被卷入这么弱的风波 虽然美国人在赛前不断炒作 国家队也面临史无前例这么频密的弱点 但潘展乐先在百米自由泳中破世界纪录奪金 再和队友在男子混合泳接力赛中摘跪 既粉碎美国队40年来的垄断 热粉碎了一切对国家泳队的流言蜚语 尽管有不服气的西人、西梅、提子倒爆 任羊怪气地质疑潘展乐的成绩 暗示他是靠禁弱去赢得比赛的 但难道赛前人均超过20次弱点是假的? 如果中国真的有能力 做出可以被个检测的禁弱 各族早就已经轻霸世界了 所以无论外界怎样质疑 都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 中国已经用实力说明了一切 除了收获奖牌 收获友谊也是同样的重要 中国羽毛球选手何冰娇女丹泽银 带着西班牙徽章上台颁奖 向因受伤退赛的对手马连致敬 进展大国的风化 赢尽掌声和尊重 也告诉全世界 中国并不只是着眼比赛的成绩 更重视比赛背后的奥运精神 比起增强斗性 中国更希望促进国际友谊 展示和平和合作的态度 中国强大了 靠的不是船肩炮力 强大在人民生活附足 强大在中国制造 强大在体育精神和国际友谊的推动 展示了一个和平和合作的大国形象 无论是赛场上的优异表现 还是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影响力 都证明了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蝕的力量 未来中国将会继续以实力和智慧 为全球发展贡献更多正能量 中文字幕提供